本周将迈入惊吓最关键的一周 联准会将于周四28日召开利率决策会议 只要升息幅度低于三码 对市场来说可视为利空出境 全球股市将开启一波新的嘎空行情 全美市值前三大公司 苹果、微软、Alphabet也即将公布财报 左右台湾电子股走势 不过有专家指出战争、疫情尚未结束 股市将持续震荡打底 等待通膨回稳 既然大盘是区间震荡 操作股票切勿过度追高 大家可注意两点 一、买底部成型反转突破第一根 二、震荡走高准备突破压力线的个股 纵观基本面、技术面、产业面来看 投资朋友可留意中兴电、西华、梁维、志源、中沙等 共舞党、有望上演嘎空行情 以上资讯仅供参考 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不妨多加留意 客新闻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富豪就是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